伴随武魂帝国六大供奉陆续抵达嘉陵关战场后 嘉陵关的第一场超然战役即将拉开帷幕 众多铁粉私信留言跟我说 陈欣会在浩天双星未赶来之前对战武魂殿三大供奉 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 陈欣能否战胜三位供奉呢 小编相信这些铁粉自然对陈欣的战力有着绝对的信心 要不然就白费了斗罗官方多次给我们剑术加息 以及渲染剑术那华丽的魂迹 众所周知剑术在原著中露脸的次数本就不多 而如今斗罗官方却在动漫结尾多次给我们的剑术加息 不仅有诸多绚丽的新魂纪问世 并且还给每个魂纪都配上优雅的诗句 但小编认为这也不完全能代表剑术拥有战胜三大供奉的实力 要知道三四五供奉的实力都达到了96级 貌似三供奉光临斗罗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7级 很显然这六位供奉就是五魂帝国的最后王牌 尽管我们剑术的实力无庸置疑 但在解决掉鬼报以及大量的天使军团魂事后 魂力必然有所下降 而在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想要在瞬间恢复全部魂 很显然不切实际 小编认为在与五魂殿供奉交手时 剑术有大概率会参战但肯定不会太显眼 毕竟后续浩天双子即将抵达嘉陵关战场 如若剑术以一己之力解决掉了三大供奉 那么作为浩天宗主的唐孝处境必然十分尴尬 尽管剑术的实力固然强横 但同为97级的超级斗罗唐孝也是有活之而无不及 在原著中是唐孝以一己之力克制住了三位供奉 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对原著进行改动 让唐孝与剑术合力共同击败三大供奉 想想浩天锤与七杀剑的完美配合小编确实很激动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